你好 欢迎来到结构思考力网络课堂 我是李中秋 带你一起学习结构沟通力课程 这一讲啊 我和你分享的主题是跨部门沟通 如何能够顺畅的跨部门沟通 而且还能够提升部门的形象呢 好 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类似的问题啊 比如说你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啊 因为呢 A公司的报价系统非常的复杂 所以呢 销售呢 是自己不能报价的 一般都是后台的支持部门来报价 那销售部呢 小王啊 找到后台支持部门小李沟通一个项目报价 客户要求呢 在一天的时间内做完一个报价 那小王觉得呢 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大客户 跟了半年 终于像咱们什么 抛出了橄榄枝 千万肯不要错过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这件事啊 要是做成了 对公司呢 也特别有利 估计能提高10%的销售额 一定是公司的一个战略级大客户 于是啊 这个小王呢 就第一时间给他对接负责报价的小李呢 发了邮件 说你帮我来做份报价 结果小李回复说 哎 我在休假 你要不就等一下 我今天不方便给你 这家企业本身就是外企啊 文化本身就比较松散 尊重个人的时间和利益 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况 你该怎么办呢 哎 我相信你啊 在日常的跨部门沟通当中啊 也一定要遇到过类似的困惑 明明这件事对公司是有好处的 怎么就沟通不行呢 对吧 那如何通过结构思考的方式来解决跨部门沟通这样一个难题呢 既能够顺畅的沟通 让对方把事帮你干了 对方还乐意欣然的接受 同时啊 还能够提升部门的整体形象 那我教你一个原则叫AB法则 所以A啊也是叫受众 B呢叫你期待这个受众啊有什么行为 那我们先说A啊 这里讲的A呢是受众 就是你沟通的对象是谁 那不同的人呢 他关心的点是吗 是不一样的 所以同样一件事 给不同人讲 你期待对方的行为是不一样 目标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表达内容肯定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就提示我们啊 当你在跨部门沟通的时候 一定要去思考一下 你要沟通的跨部门的对象 到底有哪些问题是对方在意的和关心的 如果你能帮他一一排除或解答 让他没有后顾之忧 做事情的时候啊 这动力就会完全不一样 成功的可能性也会更大一些 那第二个再说B B我们只行为 也就是说在你沟通之后 你想让他有哪些动作 其实啊也就是你的沟通目标 比如说在跨部门沟通里面啊 你一般的诉求是什么 希望对方能够答应你的请求 对吧 然后按照你的诉求来帮你把事给干了 对吧 其实啊这里面也体现了 心理学里面 我们经常提到的一个概念 叫做换位思考 平时我们呢 大多数人都习惯于什么 告诉对方我有什么 而这种方式呢 要站在对方的角度看 对方真正关心什么 尤其是在跨部门沟通的时候啊 这一点尤为重要 那具体该怎么来去操作呢 那AB法则有了 你可能觉得做起来有点难 对吧 那我再告诉大家 可使用的策略是什么 首先第一步 你要站在对方的角度 看看对方关心什么 有哪些痛点和障碍 好我们设想一下 此刻的小李怎么想的呢 凭什么对吧 我在休假呢 这不是增加我的工作量吗 对吧 千年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我是做后台的对吧 再比如说 我在休假 你让我给你报价 心情超级不爽 情感上过不去 当我美好的假期时光 对吧 那客户让出报价 说一天就一天啊 对吧 这显然是我的工作值得不分 但是我在休假呀 对吧 那如何说服小李呢 这就是我们第二步 解决他的痛点和障碍 所以我们稍微总结一下 其实小李啊 在情绪上 道理上 利益上 一直过不去 如果从这三个方面 一一帮他解决 那么小李呢 他去做的可能性就会特别大 首先第一步 我们叫什么 要去化解情绪 我们叫做小知以情 第一啊 在职场当中啊 销售和后台呢 是配合部门 我们说叫什么 抬头不见 低头见 给别人方便呢 就是什么 给自己方便 第二个呢 虽然报价这件事啊 应该是后台支持出的 但是啊 我可以找一些相关的案例 我先把它做出来 然后你只需要帮我干嘛 审核就可以了 对吧 这个意思是什么 我不是把它扔给你 你就得全部帮我兜着 咱俩怎么 一起努力 第三个还有一点 一般情况下 后台部门啊 最恨的就是嘛 销售什么都答应 那就是为了签单 没有底线 对吧 然后所有的坑啊 都得后台去填 那第二个呢 我们叫展示道理 也就是说叫做 动之以理 按道理啊 这个企业的业务流程 我们看来啊销售和后台支持是上下游的关系 但实际上啊没有哪个部门必须服务于哪个部门这样一个说法 一般来讲啊流程是这样的 如果你不管 那么我会找我的老板 我老板还会找你的老板 最后你的老板还是找你 对吧 其实你更不爽 第三呢凸显利益 我们叫做幼稚以利 如果这个单子拿下来啊 对于销售肯定是有利益的 但对人家有利益吗 其实没什么利益 对吧 还给人找了不少麻烦 但是啊 这件事是做成了 背景中已经提到了 对公司特别有利 实际上对公司的战略层面上还是有价值的 估计能够提高10%的销售业绩 可以说因为他的工作成功了 而此时小李的举动叫做什么 就叫做深名大义了 对吧 所以最后啊 这位销售怎么说的呢 他可以这样来去表达 客户呢 让我一天报价 但我经过多方争取啊 争取到一天了 争取到了一天半 而且呢 不需要你从头给我做个报价 我做了一份 您帮我审一下就可以了 就是大家上下游部门嘛 抬头不见低头见 这一次啊 我求你帮忙 所以呢 如果你未来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我一定择无旁贷 第四条啊 说的就是 如果你不管 那么我会找老板 我老板找到你老板 你老板把这事压下来着吗 你肯定不舒服 所以呢 咱俩沟通 如果你有什么任何困难啊 只要我们部门能帮上忙的 我们一定做到位 所以这件事啊 咱俩一起努力 所以啊 就说了这四点啊 符合AB法则 于情于理 就找不到反对的理由了 自然呢 他同意的概率就会大很多 也就达成了你的目的 需要特别说明的一点啊 有的时候啊 另一点可能比较难找 或者找不到 那前两条 说服对方呢 也是可以的 最后呢 我们来总结一下 结构化表达 有个非常重要的法则 叫做AB法则 A是受众 B呢 就是希望 他听完之后 达成的行为 或目的 那具体来说啊 就是确定沟通的人是谁 你希望他听完你的表达之后 有什么行动 那在刚才的案例当中呢 给了你三个可以参考的方面 化解情绪 展示道理 凸显利益 总结一句话呢 叫做 小之以情 动之以理 幼之以利 好 结构思考力 可以帮我们思考清晰 表达有力 生活清爽 工作高效 以上呢 就是本讲的分享 谢谢